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关于张丹丰、红兴和经纪人碧莹的新闻 似乎是这段时间以来,大家吃的最长的一个瓜 张丹丰回应说,觉得没有解释的必要 以为事情自己会过去 没想到事情一眼欲裂 如今似乎一切都已经雨过天晴 这不,红兴的儿子在社交平台上也晒出了一张妈妈的合照 并且非常真诚地表示,最爱的妈妈要幸福 母亲红兴也回复了爱你 母子俩看起来心情不错 这算是迟到的母亲节祝福 而张高连参加选秀的时候 当时红兴停止到场 作为后颜团为儿子加油打气 如今高连已经18岁 想成了能够保护妈妈的样子 也是让人很欣慰了 以前都不知道张高连到底像谁 如今这么一对比 发现母子俩可能除了嘴巴不大一样 眼睛都挺像的 在方舟发生的这段时间 张高连和红兴母子俩都一直没有更新过 关于个人生活的动态 大概是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吧 虽然张高连没有为这件事发生过 但想必他也是很担心妈妈的 因为高连给人的感觉是阳光率真的大男孩 小时候的高连当时对妹妹彤彤也是很好 变成了一个非常暖心的哥哥 如今他愿意出来再度发文 一定是因为家里的丰富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才敢出来演业 冒个炮 据说张高连还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张丹光的母校 上海戏剧学院 希望高连的学业和视野都能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